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曹飞电特大桥,全长7477.46米,是大秦铁路连接曹飞电港的一座跨海大桥。 每天,一列列满载煤炭的重载列车都会从这里经过。 由于海风海水的长年腐蚀,秦皇岛西公务段的职工需要经常检查、维修这座大桥。 为了保障煤炭运输畅通,无论寒冬库暑,他们都坚守在保障能源运输的大动脉上。 这座跨海大桥,全桥有242个孔,只有四处上下桥位置, 检修跨海大桥的职工们带好铜盔,吊着威雅,穿梭于各个桥蹲台之间。 一天作业下来,每个人都要走上一万多步,他们被称为跨海大桥上的蜘蛛人。 由于他们工作的侨敦平台,到海平面高达12米,相当于三四层楼的高度。 乔墩检修工不仅要面对寒冷的海风,还要克服恐高的心理。 此外,乔墩平台宽仅60厘米,作业空间高度仅1.5米。 检修全程需要弯着腰进行。 线上设备检查,需要对人行道步行板,人行道拖架等20多个项目一一检查到位。 日复一日,这些跨海大桥上的蜘蛛人还练就了一双海鸥眼,能像海鸥精准捕食一样,准确地发现安全隐患。 当对凉风进行检查的时候,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内阔镜来进行检查,可以对凉风那一些隐蔽处所的裂纹等病害进行详细观察。